好,928教师节前夕,为了要向辛苦培育学子的老师们表达最高的敬意 华联市长魏嘉贤,27号上午是前往花岗国中,致赠精心准备的禁师礼券 华联市今年总计送出了1706份,向老师表达崇高的感谢 去年疫情影响,华联各校一度改成线上教学 而在不耽误学生学习进度下,老师们克服困难 被课也花了不少心力 在928教师节前夕,为了向辛苦培育学子的老师们表达最高敬意 华联市长魏嘉贤,27日上午前往花岗国中,致赠精心准备的禁师礼 尤其这三年的疫情,真的让所有老师在不论在上课的方面都有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那必须用相关的视讯,然后实体课程互相搭配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所有老师的辛劳 那代表欢迎市民来谢谢这些非常辛苦的老师 那在国小、国中、高中端,总共1600多位的老师 那我们也真的谢谢他们过去对孩子的复苏 那我们真的希望未来在尊师中老的部分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体会到老师的辛苦 那尤其是这几年来的教育的部分真的做了巨大的改变 那我们期盼疫情逐步趋缓,那也让每一个孩子回到真正的实体课程 也不会跟社会上面有脱节的一个情况 再次的也要祝福我们所有全体老师教师皆愉快 每一个人幸福快乐 华林市今年总计送出1706份禁师礼礼券 包含高中、国中、国小和市立幼儿园等共计30所学校 魏嘉贤表示,感谢老师们克服困难 让孩子学习不中断 请盼老师们秉持对教学的热忱 持续指导孩子学习,助于更多英才 小朋友在校要努力上学 以感谢老师们的教导成果 记得蒋邦彦,华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